1620超高难度动作 这是女子大跳台决赛中 为大陆代表团夺下冬奥金牌的谷爱玲 比赛的终点还可以看到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帮她加油打气 让这位美国出生的天才华学手 享尽荣耀 而另一位也是外籍规划选手 那就是女子华兵的朱毅 由于连两次失误摔倒 差点让大陆在花式滑冰团体赛的项目中无缘晋级 同样声名大噪 却是背负骂名 另外男子花式滑冰的大陆选手陈维 得分也打破世界纪录 而他同样也是美籍华裔 不管是哪个国籍 只要为咱们国家登光 他就是咱们的朋友 身为冬奥的举办国 为了保证能达到全项目参赛的目标 大陆启用了大量的规划运动员 例如大陆男子兵球队25人中 规划球员达15名 占比60% 女子兵球队23人中 规划球员13名 占比56.5% 如果把男兵女兵 所有规划球员共28人来看 其中22人都有华人血统 占比78.6% 采用这么多的外籍规划运动员 主要的目的是 东奥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选手 大陆要站上领奖台 难度非常大 TVBS新闻 谢贤熙 陈向如 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